很多人都想我講車路士 今天先講車路士 他們作下班尼茅夫 車仔今天正常用三個進攻點 343 或者大家之前講的523 班尼茅夫其實他們的主場幾小 絕對不適合踢主攻 尤其是車路士三中堅 更加是無法主攻 但是他們今天都叫做打多了 找手反擊 但是早段來講 拍到的是超級連結人的幾下 全球就不是說這麼到位 另外摩拉達的假狗 都在早段不是說做得這麼清脆利落 控球的時間就多了些 浪費了些時間 在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摩拉達在進步上 依然是令我有些失望的 不過自由車路士的運作 都是算正常的 踢得挺直接 很多高球是踢到左右兩邊 打法是挺配合陣式的 8分鐘了 拍到有少少個人突破的機會 被他向中間推到禁區頂 射球 但是射得很差 上季又怎會射得這麼差 最近車路士的球員 有一部份人因為狀態的問題 也有一部份人因為體能有問題 拍到相信 就是因為他的正選的機會比較少 狀態有些問題 所以去到上半場的中段 車路士開始 不是很做到這麼高速的進攻 他們是想做的 有時因為技術出現了意外做不到 也有時因為看上去他們是有心無力 奔跑速度就沒有以前這麼快 這些全部因為車路士過了上季 這麼體力化的打法之後 球員有點累了 有些就因為上季搏完 季尾有受傷 到現在還未重拾狀態 有些就中養著傷 24分鐘了 這個時間才出現一個真正的機會 就是對手的門將宋大利 今天比高域是放實實奇兵來的 開個球出來就完全直接給哈薩特 哈薩特算是聰明的 這刻等到摩拉達回到一個 沒有越位的位置區域那裏 才再給他一個單刀 摩拉達有時就是這樣 我多次講過他是有不冷靜的問題 其實這刻他有時間去看一看龍門的動作 見到龍門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著他的大小龍門去射地球 要不其實射高波的機會 都會比他現在射不中龍門好些了 25分鐘了 巴卡藥高就頂贏角球 相信這一個是他的特點來的 26分鐘了 出現了後場猜球失誤 爆炸頭爆炸 明顯沒有留意到他右手邊有個紅黑直射三格 很隨便就拿球去右手邊 結果差點被人搶到那個球 這場呢 他其後有些殺球都過分魯莽 是飆錯了位置的 不過這條人很有趣的 一分鐘之後他有表現 車號士國球開個短的下薩特 看見到他在禁區外面 給個球他撞射 可惜了 射門之後 在門前想說是加腳的 艾斯帕利古大越早位 爆炸頭的射門 好像有少少散中對手的手 不過沒有影響射門 甚至令射門更具威脅 所以球證就沒有吹到 33分鐘了 這段時間車路士其實是有些老鼠拉龜 法比加斯就希望嘗試用一些第一時間的傳送 看看會不會逼到對手犯錯的 夏薩特好像收到封一樣 又是同一時間 是用第一時間的傳送給禁區頂的摩拉達 這次摩拉達就有兩個選擇 要不就彈給夏薩特去 要不就自己轉身去 他選擇後者自己轉身去 因為他感受到對手的後悔是跌低了 這一次他是選擇正確的轉身的 不過如果是給一些頂尖的前鋒 這一下他轉身後 就會偷半秒去灑一灑龍門的位置 如果這次摩拉達有舉頭看一看的話 其實就會發現近處有一個大的空位 因為遠處也有紅黑直尖三的後衛包到 所以如果上司射近處高波 理論上入波的機會就大過現在很多 結果摩拉達又再錯失了機會 主隊他們有一個大的犯錯就是龍門 另外輕度犯錯就是剛剛的這一下 兩次都是大機會被摩拉達把握不到 40分鐘了 我明顯這次看到速度出了問題 摩拉達這次假狗叫做到了 夏薩特可以向前推進 對比上年來看 這一兩步又怎會這麼慢呢 這次結果擺脫不到旁邊的後衛 所以浪費了一些時間 他亦不盡快給左手邊的摩拉達 結果又反擊就轉了做主攻 見到就是夏薩特的狀態真是未上到來 幸好上半場來說 主隊今天的組織能力都是欠奉的 去到下半場 車路士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善 夏薩特就見到情況有些不妙 他挺身而出做了一件事 就是不斷第一時間做假狗的後腳 有時就很壞參半 去到49分鐘就成功了一次 終於做到中短期進攻了 不過他把球再分給左後衛 這個是馬高斯阿朗素來到K腳位傳中的時候 真是沒有什麼選擇了 拍到就算多趕 趕到進來都好 都是只不過趕到禁區頂 那個球就進了小禁區 50分鐘了 球隊就得到了夏薩特的感染 這一陣子醒神少少少了 對方開龍門球出來 巴卡約高頂贏 去了摩拉達那裡 今次終於保護到球 斬腳過頭球 找到左手邊插進去的夏薩特 對方的右後衛 法蘭西斯踢空氣 抑了夏薩特 是成大錯了 領先的是車路士 本來車路士之後 找手反擊挺好的 但是去到56分鐘 爆炸頭又魯莽 一支箭地衝出來 標別人的球 是你成功了 但是法比加斯避不開你 結果撞回球 回頭益了別人可以進攻 爆炸頭還要瞞眼法比加斯 喂 這下你這樣突然之間衝出來 那些隊友怎會猜得到 怎會反應得到 這些都叫做是沒有默契的防守意識 那結果 就被人家後邊 是有一個射門機會 因為你爆炸頭衝上去 少了個後衛 你站在後面 其實人家是沒有機會的 你這樣衝出去 做了多餘動作 人家更好 63分鐘 最有意識的兩個人 夏薩特和柏道的組合 這次呢 柏道在禁區裏面 走個靚位 夏薩特給到他 亦都很聰明這樣 立刻自己插入禁區的中路 那柏道立刻搖身一邊 成為了一個支點 再給個波進去 就是在入攝的夏薩特 可惜人前波後射高了 之後車路士就做了一連串 類似這些 第一時間彈起彈去 簡單直接的攻勢 不過始終都是那句 有時有機會都好 夏薩特的狀態未十足 拿個波不是很順 有時我見到他 推過一下 就很想快的 但身體就不太追到那個波 74分鐘 班尼茅夫 就要拿一些攻勢 這次就是巴卡約高 在自己中後場 就叫做拿波 之後決定慢了 人家搶到他的波 其實人家組織到禁區裡 可以還出波來的射波 幸好 這個西班牙的後衛艾斯帕利古達 出腳擋住 否則有機會真是一比一的了 這個巴卡約高的表現 真是時好時壞的 去到82分鐘 輪到他有好表現 今次又很清脆利落 搶到對方的腳下球 令到車路士有個反擊機會 夏薩特就在禁區裡 那就叫醒目 等法比加斯 overlap上去再給他 可惜法比加斯是躺高了 喪失了今次的黃金機會 不過一球都夠贏的 車路士後面不是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對手就不是給到很多壓力 他不過都見到爆炸 頭三番四次爆炸的 他們入到波 幸好是夏薩特挺身而出感染了對波 提升了進攻的速度 可惜夏薩特 自己的狀態還不是很好 整隊球的速度都沒有去年那麼快 但是踢出來的比賽品種 就是去年一樣的 也就是說車路士正在用 吃老本這個方法 所以唯有希望這班球員的狀態 是上升了 若果意外地又傷了兩個的話 成績又會不穩定 這個潛在的問題 其實依然是有很大的可能會出現 因為車路士現在的踢法 還是很體力化的 好了 多謝今天大家收看車路士的蔡宏萍 之後我會再努力去做下去的 應該有利物浦和祖人達斯的AC米蘭 大家等一等吧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的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插了廣告進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好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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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